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喜欢吃的东北的特色 今天我的小帮手是我的外孙佳佳 你好 我的外孙从小就和我一起在做饭学习 所以他现在也非常喜欢做饭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学烫面 这个烫面不要烫得太熟 太熟就是口感不好 这个水 自己要是做水的话 就是这个水下边起泡了就OK了 不要滚 滚了的话烫这个面就是太热了 把面烫太熟了口感就不好了 如果用电水壶去烫这个面 那么电水壶的水就是195度就可以了 这个面烫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应该烫到三分 整个这个面你烫三分之一 这个就要看你自己的眼力了 不要烫太多 太多了烫的就是口感就软了 不筋道了 所以说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一边放一边搅 这个经过这个热水热气 一喷这个面 这个面就是不是那么做出来的饼就不硬了 要不然就是它这个口感不是很好 那我们烫到这种程度就好了 就可以了 这就是三分之一的烫的这种程度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凉水 凉水给它活到软 这个面一定要软 不能或硬了 如果或硬了 那么这个饼就不好吃了 用筷子搅到这个程度就差不多了 底下还有一点干面 那再放一点点水 筷子都是能搅起来了 这对面就差不多了 这时候给它团起来就好了 但是这个面要行差不多45分钟左右 就可以做了 那么我们把它和到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下一步就可以行面的同时 我们就切菜了 我们先用这个热水呢 我们用这个剩下来的水把它粉丝烫一下 一会儿拿它炒菜用 熄面的同时呢 我们就切菜 我们做一个精酱肉丝 精酱肉丝要是卷春饼是最好的选择 这个面酱呢需要是甜面酱 甜面酱如果做出来的口感非常好 那我们先切成一段一段一段 那我们先切葱 这个葱是我自己家种的葱 你看看 还带泥土来的呢 就是这个葱 葱叶是最好的 因为这个做精酱肉是卷饼的时候 这葱经过这个甜面酱一烫 口感非常好 切成一段一段 把它切成段之后 把它切成丝 切成丝之后就可以摆盘 把这个葱放在下边 葱板 葱板放在上边 就是烫那个肉往里头烫的时候 葱板嘛 因为它比较还是不像葱叶 好烫 所以说葱板放在上边 热度大一点 给它烫的就软一点 东北人每年都要吃好多次 这个葱饼 因为葱饼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切肉 这个切这个肉的时候 不要太薄 太薄了也不行 就差不多有一厘米左右 那么厚就好了 太薄了切 就是你做出来的时候 就是炒完之后 口感就没有了 这个切这个里脊肉 一定要是买大里脊 小里脊不行 小里脊太碎了 这个大里脊做出来的 金浆肉丝口感好 让它切成就是也是一厘米左右 可这个切这个薄厚 是一样成正比 它切出来就是一条一条 就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肉呢就切完了 我们下一步开始切菜 那么我们就开始切青菜了 先切胡萝卜 我们胡萝卜就切完了 下次下回我们现在开始切土豆 切土豆的时候呢 土豆要放水里边 因为那个土豆里边有淀粉 不放在水里边它就黑了 炒的时候就是不美观了 然后就切成红了 就切成红了 这个车在红了 这样的按钢 就切成红了 就切成红了 放到水里边 这一定要放到水里边 放到水里边一会儿炒的时候 就是它不粘过 炒一点 我们再放一点辣椒 但是这个辣椒不是辣的 是有点像麻椒可能 这是卷饼的时候 非常口感非常好 这就是看大家的喜好了 如果喜欢辣的就可以放辣一点 不喜欢吃辣的 有小孩子吃 最好就是不要放太辣 太辣我想小孩子可能不太容易吃 那么我们现在土豆青椒切完了 我们还要切一点香菜 我们把香菜切成一段一段的 就是能有不到一寸长就好了 看起来香菜很多 但是一炒香菜就没有了 我们把粉丝切一下 粉丝切好之后 把它空空水 一会儿准备炒菜用 那我们下一步就要开始做饼 做完饼之后 我们再开始炒菜 下面我们就开始做饼 那么做饼呢 我这个板就是不想用很多面 就先用一点油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就是把面先拿出来 这就是刚才获得这个面 就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我习惯就是用手去掐 但是你如果用手不会呢 可以用刀切 我喜欢用手去掐一块面 这么大一块就可以了 给它做成一个一个的小剂子 做成一个小剂子之后呢 我们给它擀 这样一个一个小剂子 给它做好之后 我们擀 我们擀的时候呢 我不要擀太大了 太滑了 擀成这么大 我们这就是一个先放在这 我们先给它擀成这么大 先给它做好 这么大 这样做的比较快 而且饼很薄 我们给它擀了五张 五张之后呢 我们每一张放一点点油 给它每张放一点点油 给它摊开 放一点点油给它摊开 五张饼 有四张摊开油 摊油就好了 有一张不用摊油 就是把它落在一块 捡给它 放在一块 最后一张没放油 得给它扣过来 这样 我们再做下一个 刚才我们烫的这个面 就是很有筋性 所以说它就是吃的时候口感也好 我们上了六张 那我们就做六张 我们要每张放一点油 把它摊开 摊开 我们这五张都给它放上油之后 把它放在一起 把最后一张没有放油的 然后一直给它扣上 这个时候手感要给它 翻过来 再按一按 把它放在一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把第一个做好的拿过来 先用手给它摊一摊 让它大一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擀了 我们这五张一起擀 要多薄有多薄 这样我们就可以开火了 开火 烙饼了 烙饼的火不要太大 太大了 然后饼就糊了 而且就是太硬了 你卷的时候脆 那么我们烙饼的时候火呢 要适中 就是不要很大的火 家里头火要是如果有那个数字的话 就是在五和六之间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数字的话 就是把最大的火搏在 比那个中火稍微大一点点就可以 锅热的程度就是把这手放上 觉得有点烤手了就可以了 先放一点点油 先放一点点油 不要很多油 因为我们上了年龄 要健康一点 少油 少盐 少糖 这个时候把饼就放里就可以了 饼放里火不是很大嘛 就是下边熟了 上边也快熟了 这个时候再翻 看它放白了再翻 这个饼就做准备 我们也可以把它稍微转一下 让它火均一均 看上边有点起泡了 有点变颜色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翻它一下 我们就可以翻它一下 看我们现在都起泡了吧 这样我们再给它翻过来 来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饼 让它 个筷子和这个铲子 给它搓一下 搓一下 它里边就全都起起来成了 这样我们就是 一会儿我们就一张一张给它揭开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起成了 我们再给它翻回来 你怎么学的怎么弄成这样子 看 我们这一张一张就起成了 看 就起起来了 看看我们这饼就这么就成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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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细啊 然后我们再翻回来 再来第二张 如果起不开来 再给它搓一搓 再给它翻回来 我们拿第二张 第二张起起来 好薄 再翻过来 火不急就能起起来 这样烙出来的饼它薄 口感好 那又起起来一张 好 再翻一下 因为我们做五张的话 就是接两张 再接一张就可以了 最后一张就不用接了 这个比较好 这个比较乖的 再这接起来 这就不用接了 我们再翻个 就拿出来就好了 我们就是 做饼就做到这儿吧 下次我们现在马上炒菜 炒菜就可以吃饭了 一张就可以吃饭了 我们现在开始炒菜 炒菜嘛 那个炒豆芽菜 豆芽菜一定要放蒜 用蒜炸出锅来比较清香 把蒜先给它压了 压完之后给它切一切 kita切一块 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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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放蒜 就是炒菜 炒菜 炒菜 油 düny 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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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做两个菜 算 那我现在开始起锅 起锅炒 先炒豆芽菜 炒豆芽菜的时候尽量火让它大一点 因为豆芽菜容易下水 下水就是火大一点 炒出来的豆芽菜比较脆 热锅的同时我们先把这个肉 那个先抓一下 把这个金酱肉丝先放一点料酒 放一点料酒 放一点胡椒粉 就是小勺用这个半勺胡椒粉就好了 我们抓好之后了 给这个肉抓好之后 我们放一点 放一点这个太白粉 把它先拌一拌 拌一拌之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放太白粉 锅还不够热 我们放几勺太白粉 新疆肉丝炒之前一定要放太白粉 先给它抓好 我的小帮手帮我把它拌一拌 好 我们现在开始炒菜了 豆芽菜也不要放很多油 先把蒜放 倒一下锅 把蒜炸香 炸香之后把这个豆芽菜放 蒜见黄就可以把豆芽菜倒来了 把豆芽菜倒了之后了 我们就可以翻 翻菜的时候我习惯用筷子和铲子一块 有很多人不太用筷子 因为我就是做菜的习惯 比较用铲子和筷子 觉得翻的能快一点 炒豆芽菜先不要放太早了的盐 太早了盐就把这个水给拿下来了 炒出来的豆芽菜就不脆了 豆芽菜如果是变颜色了 那么我们就放粉丝 因为粉丝我们都经过泡好了 泡好了我们在放粉丝的同时 翻翻个就拿出来了 这样炒出来的豆芽菜好吃 现在豆芽菜有点变颜色了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放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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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粉丝再翻翻 这个时候就可以放粉丝 这个时候就可以放盐了 放盐了就是把这个粉条和这个豆芽菜的水就拿出来 这个盐是根据这个菜多少 太多就放多一点盐 太少就放少一点盐 但是我们都喜欢不要太咸 就是根据自己的口味 放多少盐是根据自己的口味 喜欢吃咸一点 就多放一点 喜欢吃淡一点 那么就少放一点 这个没有规定说需要贵妃的放多少盐 炒到这样因为变颜的颜色了嘛 这就可以了 我们这道菜就算做好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道菜盛出来 看看我们炒了很多豆芽菜 我已经炒好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准备做第二道菜 我们现在准备做第二道菜 第二道菜是胡萝卜和香菜炒肉丝 那么这道菜也是我们东北的 挺好吃的菜 这个菜呢 稍微比上一个菜多放了一点点油 因为胡萝卜和油炒完之后了 能更好一点 先用蒜炸锅 用蒜炸完锅给它炸有点花黄 这时候呢就是先炒肉 肉呢也放一点点太白粉抓一下 哎呀火小一点 我们用这个太白粉稍微抓一下 拿出来先 我刚才忘了 放一点点酱油 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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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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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炒肉丝先炒 隔酱油和太白粉抓一下之后 放在这个菜里边 炒 炒 这样炒出来的比较香一点 我把肉炒好了 放在盘子里备用 用太白粉抓一下子 就是比较嫩一点 这样就好了 它都变颜色就好了 我们把这个肉呢先倒出来 来 把肉先倒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再 再放一点油 放一点油炒胡萝卜 我们炒胡萝卜的时候呢 就是让它也是变了颜色就好了 让它火烧大一点 嗯火大一点 炒胡萝卜 炒胡萝卜 要胡萝卜和香菜吧 就是都就是可以不要炒那么软 因为胡萝卜太软了口感也不好 看它们变颜色了就好了 它 你看一开始的时候 它不是很黄很 很红嘛有点 一会变了颜色了 它就是有点发淡黄了 不是那么那么重的颜色 炒它的时候 要是觉得它有点干了 那么我就稍微放一点点水 可以稍微放一点点水 这样炒出来的就是不那么干 看这就变颜色了 现在我们的胡萝卜整个颜色都变过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香菜放里 的同时我们再把肉丝回过来 把肉丝也回去了 因为香菜不要炒很久 翻两个个就好了 我们今天做的是大家庭的 我们家银口比较多 这样就可以了 香菜都翻软了 看到吗 香菜就是都翻软了 这时候再放盐 这个也是根据自己口感 需要咸一点 就多放一点盐 需要淡一点 那么就少放一点盐 这个应该根据自己的口味 这就好了 看到吗 就是把这盐翻翻到了就好了 这个也是东北的特色 OK了 我们这道菜就出锅了 我们的胡萝卜炒肉丝 我们下一道菜就是要做炒土豆丝 我们炒土豆丝 这个土豆丝是经过水 只要翻一翻 把它这个土豆里边 这个土豆粉 让它那个掉下去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它捞出来 控控水 上锅倒油 不要很多油 我们再拍一点蒜 我们把蒜子 把它拍一点 稍微 这时候就可以放到锅里 我们先把青椒放里头炒一炒 因为青椒炒一炒它能出来清香味 这时候再把这个土豆释放里面 完了 剥了 这个土豆丝炒的时候 要变颜色了 我们就放醋 我们现在土豆丝 我们现在土豆丝有点 几乎都要变过来了 看到吗 就是原来很白 现在变得有点发黄白了 不是 不是那么 太白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放醋了 要是醋放早了 土豆丝硬 醋放晚了 土豆丝要太远 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好火候 放醋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放醋了 放白醋 一定要放白醋 为什么这是黑醋吗 黑醋的口感不好 放白醋口感非常好 这个根据自己口味 如果喜欢吃酸的就多一点 如果要是不太喜欢吃酸 就少放一点 我们这一道炒土豆丝 就要出锅了 好 金椒肉丝主要就是把这个酱啊 先让它稀释一下 不要太浓 太浓了 我们做的这个金椒肉丝 就是太咸了 我们稍微让它把这个酱稀释一下 把这个酱都得包过来 这个油稍微多一点 因为这个滑这肉的时候 要滑开 稍微多一点 可以 不要太大的火 太大的火 就是把这肉就做老了 这个酱呢 要是根据这个肉多少 肉多一点 就是酱多一点 肉要是少 就是少一点酱 这个酱 这个酱要用水给它调 调开 调开之后了 一会儿我们做金椒肉丝的时候 那个 这个 这样就好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不要太干 也不要太稀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的油 我们的油这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放 我们就放肉了 我们放肉的时候 我们的太白粉抓不要太多 就是把肉差不多包 就差不多就好了 这时候我们把葱准备好了 这时候我们把葱准备好了 因为我们那个刚才就是做这个肉的时候 我们已经放了一些佐料了 但是我们放一点葱里也比较好一点 再把肉划开 这个肉不要太火大了 太火大了肉就是老 让它嫩一点 肉都变了颜色了 这个时候再倒酱 这个金酱肉丝卷饼也可以 做炒菜吃饭也可以 一会儿 他把这个肉都要看它变颜色了 这时候再倒酱 因为一倒酱马上就要出锅 就熟了 就把它划到这种程度 看到了吗 都见白了 看这肉全白了 这时候可以倒酱了 我们就是 这个酱也愿意喜欢吃酱多一点的就可以多一点 但是也不能太多 太多就咸了 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这道金酱肉丝就可以出锅了 这道金酱肉丝就可以出锅了 然后就放在冲上 对 这个时候可以关火了 金酱肉丝就好了 我们把这个金酱肉丝倒在冲上 我们这一套金酱肉丝就成功了 这个春饼呢我们现在就做好了 菜也做好了 现在我就给大家 告诉大家怎么卷 比较好吃 春饼拿过来 如果喜欢吃单张就单张卷 如果喜欢吃双的就可以双的卷 但是我们习惯呢就是把这个折一下 喜欢吃土豆丝也可以就是放一点土豆丝 喜欢吃肉可以放一点肉 这里边还有葱可以放一点葱 葱已经熟了因为好热对吧 葱用这个肉给烫的已经就是有点熟了 六分熟 可以放一点豆芽菜 再放一点胡萝卜丝 这是东北的特色 因为我们从小我就这么吃的春饼 我们可以吃很多菜 就是比较健康 不用吃很多的饼 要吃很多的菜 这样呢我们就把它卷起来 卷饼的时候要把它这样 这样它卷的实会 实成的卷的 你抓的时候它也好抓 这要给它卷的实会儿的这样 卷好了之后就这样 就是一张饼 这就是我们的东北特色 春饼 如果大家喜欢吃 那个有什么不会的 可以微信告诉我 我可以教大家 如果想跟我学 没学会的 我可以去到你们家给你做示范 没有问题 只要大家喜欢就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到这儿了 希望大家喜欢东北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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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在我们普通都给掭意关键 收留好了 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